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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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兵虽死伤甚多仍带伤奋战以及维修船体 此时又发现匪军大型炮舰四艘接近 当即全速迎敌 两分钟后击沉匪挺一艘 双方展开激战后陀江舰弹药酷意告重弹 部分弹药被挤压变形性而未造成爆炸 1.30分移近百码距离在击沉匪挺一艘 接着就是双方近距离炮弹和机枪一阵互射 东一团火熄一声爆炸 只见越来越多匪挺沉没 但也越来越多驼江舰官兵死伤倒下 鲜血盖满了驼江舰甲板舱壁 只打到弹药带尽各炮为伤亡惨重火力 几告全尸之时 在望向海上仍有两艘飞艇距离仅有几百码 此时舰长刘毅川下令全速冲刺要以舰体为最后武器 可是军舰损伤严重难以动弹 只见飞艇两艘向驼江舰驶来 却仅由舰体旁擦身而过 定睛一瞧 原来两艘飞艇上飞军都已毙命 途流舰艇独自驶于海上 至此历时约两个小时的惨烈海战忠告结束 身中七十弹却未沉没的驼江舰也由有舰拖回马攻港 虽因舰体受损严重三个月后于澎湖当地解体 但其荣耀却永存于士并为海军节之由来 九二海战不仅打碎共匪海狼战术之意图 更是之后国军在八二三炮战中 闪电 红运以及轰雷运捕计划得以进行 为八二三炮战奠定胜利的基础 一时往后几十年共匪不敢任意进犯台鹏金马自由地区 为了纪念九二海战中战功标柄的陀江舰 1959年从美国接收的最后一艘江字号巡逻舰 原本计划命名为渠江舰改命名为陀江舰 中华民国政府易于民国101年11月 动工建造第一艘陀江及巡逻舰 与两年后交舰并命名为陀江舰 以纪念九二海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同名军舰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